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 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200万个 近些年 每年法国本土接待外国游客能达到8700万人次 旅游从业人员约110万人 旅行社6396家 全国有18172家酒店 和11727家各类小旅店 野外宿营地青年之家等 法国也曾连续5年被评为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国家 首都巴黎 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风景区 阿尔卑斯山区都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圣地 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名城 而其中的巴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同时也被称为浪漫之都 它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也是法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商业中心 世界五个国际大都市之一 在那里汇聚着世界上最高端的奢侈品牌 同时也是世界时尚潮流文化的领导者 各种衣服 香水 跑车等等高端品牌 都是源自法国 法国还有许多著名的景点 包括埃福尔铁塔 巴黎圣母院 卢浮宫 以及戴高乐广场上的爱德华凯旋门 巴黎建都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它不仅是法国 也是西欧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些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 现在去法国巴黎游玩的人 会发现这里大街上很多都是黑人 一路走来会遇到好多黑人美女 假如不是其中还夹杂着几个标准的法国白人 和周边标准的欧式建筑 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到了非洲 以浪漫著称的法国巴黎 时至今日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黑人呢 其实这些黑人美女全是法国公民 不过和非洲的黑人美女有些不同 法国的黑人美女多数都是混血 因为祖辈拥有黑人血统 是和法国原住民通婚后的结果 所以他们的肤色比在非洲的黑人美女还要浅一些 并且五官也比较立体 二战过后的法国百费带兴 缺乏大量的劳动力来重建家园 非洲西部的法国殖民地的黑人 就被移民到法国 被重建事业做劳力 所以是法国将移民的大门朝向非洲地区 之后也给这些黑人法国国籍 也就让黑人群体在法国生根发芽 在文化方面 法国一直以来是追求平等 自由 包容了思想的国家 是非常愿意接纳其他文化的 其次 法国是个非常开放的国家 当地的白人认为黑人来此 其实也并无大碍 甚至还能帮助其国家补充劳动力 无论在工厂 还是在交通运输上 甚至是运动场上 都能看到黑人的身子 因此你可以看到 在巴黎的街头上 往往会有黑人女友 挽着白人男友的手臂在逛街 大家也都知道 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 当地人的生活观也会变得超前 而法国巴黎也是如此 当地很多人都变得不想生孩子 想摆脱生孩子这个束缚 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身的玩乐上面 因此法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以来都不高 而黑人的到来可以更好的 弥补新生劳动力的不足 甚至有数据显示 法国巴黎60%的新生儿都是黑人 虽然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权威机构的确认 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 法国人口结构的演变 未来的法国已经逐渐有了人口多元化的趋势 如今在法国生活的黑人是法国合法的公民 现在的法国还出炉了许多保护黑人的法律 所以在这些法国黑人的后代传承之下 早已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 近些年巴黎有很多有魅力的混血 虽然他们的皮肤比较黑 但是五官非常立体 整体身材曲线也很好 反而有一种独特的美丽 许多人将他们称为黑天鹅 如今站在法国巴黎的街头 会见到形形色色各个国家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 将法国变成了一个人种多元化的国家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